這個反基督教不是一個反對有神論的思想 它很明顯地是一個有神論 而且是可謂用得多聖經的一個想法 所以說自由主義就是跟基督教相對的東西有些怪力 這跟中國派很密切 譬如明光社有一些很厲害的思想家 譬如關博士 他們經常會說 你經常說right, right, right 但是你經常說right 所以社會就亂了 他們最喜歡有些基督教的 我不是用右派的 教委不認同一些教委和穩定、管治 或是由上而下的思想 不認同這些思想的人 譬如我自己也是這些人 就會被標籤為 你們經常說right 其實right 我說good 他們最喜歡這樣說 你不要經常說right 你要說good 會這樣問 不是我們說moral 是的 但是我聽你這樣說 原來講right的開山祖師都是 是的 是很基督教的 我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就是 我剛剛的開始說 左右的字眼是不清楚 其實自由主義的字是不清楚 OK 講到什麼的自由會議 現在總有些人自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然後他們是反基督教 一定有這些人 是的 雖然你現在問我 很多人說不出誰 但是一定有這些人 如果他們要說是那些人 一定是 但是自由主義那個 那個開始的時候 至少John Locke那個情況 就明顯地沒有那麼分家 嗯 即使來到現在 他們說羅爾斯那個理論是很 就是他們是 因為羅爾斯是比較強調政治中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強調政教分離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不代表羅爾斯本身是反對基督教 或者反對宗教 他只是反對把宗教放進去 政治裡面放得那麼強烈 所以我一開始說的時候 其實左右 其實不相差左右的 很多政治的術語 那些人用的時候 某個程度上越用是越亂的 然後很容易就會由一件事 去另外一件事 例如他可能本來在說自由主義 但是本來是John Locke的 但是一動就動去說羅爾斯 一動就動去說羅爾斯 一動就動去說一些很實際 現在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但是很反基督教的人 所以他們全部都解僱了一點 就是這樣做的問題 對 所以 對 所以 就會有這件事 那 還有多久 可以說了 十分鐘 OK 是嗎 好 不好意思啊 我經常都是 都是一說話就 好 不知道在哪裡 還有十分鐘 所以我喜歡大家有互動的 開心點 是 還有十分鐘 好 好 這一點我們一會兒可以 如果自由討論的時候 再慢慢說 是 那 剛才說了 講自然權利 John Locke說有自然權利 每個人都有自然權利 就是這樣 而他這裏的意思 其實是 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他講了三種自然權利 人的生存權 人的自由 還有私有財產權 那三種都是他講的自然權利 人由開始就已經有了 自然狀態 而這種權利 正正就是 由自然狀態 就是沒有政府過 到有政府的時候 就會說 無論你政府有什麼 要做得好 就是這三種權利 一定是他最基本的東西 最需要維護的東西 沒有東西還要得過 這幾種權利 要維護 這就是John Locke的看法 就是說 這種權利是最重要的 甚至乎 當然 政府是否只有這三種權利 要維護 如果沒有其他東西 這東西 他就沒有說 即是沒有去到那麼遠 他講的時候 要是我們後人 要開始加上他的東西 但至少他就說 這些權利就很重要了 然後呢 所以這裏就可以跳一跳 就進去講 這個Robert Lozak 那一面 Nozak 那個 Nozak 是現代人 就是 他和John Locke 是差不多同期的哲學家 他也很出名 因為他不僅是政治哲學 他很多類型的哲學 對他 都是 一個比較出名的哲學家 但他在政治哲學裡面 當然他最出名 就是他的那本書 叫做 《無政府 國家》 《國家和烏托邦》 他直接 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他自己是認為 他自己才是直接 繼承了John Locke 那種講自然權利 講小政府 當然John Locke 還有講其他東西 他不只是講自然權利 例如 separation of power 那些 就是權力分立 這個就是見到 現在美國那個 就如同 跟John Locke的做法 那 即是這類型的東西 Nozak就是想 繼承他這個想法 就要講 他特別講的 我在這篇文章 特別提到 就是他講的 minimal state 即是最少國家 或者我寫一寫 不知道為什麼 變成最低限度的國家 就是沒有所謂的 對 就是兩個形法 總之就是minimal state 就是講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政府 或者國家 在這裡不分 國家和政府 可以做的事情 很少而已 是minimal 那minimal 就是剛才講的 那些自然權利 就是保障那些自然權利 所以他是進一步去講 John Locke就說 那些自然權利 那Nozak就說 OK 那政府就應該就是 保護人身安全 所以有警察 一定要有軍隊 要防止其他地方的侵入 要保障人的一些自由的權利 保障人的財產 這些這樣的權利 那他又 當然有 就是這個Nozak的 core的想法 然後他就有很多argument 去回應不同的人的想法 我在這篇文裡 就講得最多 就是他怎樣回應無政府主義 因為 理論上 如果講自然權利 講說政府 不可以做什麼 那當然你最直接 或者最consistent 最一致性的想法 就是說你沒有了政府 你沒有政府 政府什麼都不能做 什麼都不能做 就是沒有了政府 那就是最一致的 你說小政府 大家講 這個是一個所謂右派 其中一些被稱為右派的人 說他們要小政府 要自由 市場 要不都自由 那當然最好的就是沒有了政府 那 那麼 在這篇文章 他 所以 所以 他就想 就是這個argument 就是想回應 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為什麼不可行呢 他就在那裡講 一些推論 就是例如說 因為 我們 要人去保護 我們一些權利 尤其是我們人身安全 那樣 所以就一定 最終呢 慢慢人與人之間 慢慢就一定會成立一些狗冊隊 啊 成立一些保安 那這些保安 就會越發越大 是呀 那最終法客 法客大客呢 他認為呢 這個是一個 Historical 即是他原來Historical 最終 這種這樣的 保護人的機構 這些保安公司 最終呢 一定會發展到Dominent 那個地區 因為 即是他裏面還有很多 仔細的東西 我都不記得 Exactly 他怎麼推 但是他的結論就是 最終只會成立很少 能夠保護到人的機構 而這些機構呢 慢慢地變化的時候 最終就會變成一個國家 就是最終你一定有一個 政府的公權力 去維持那些治安 那些東西 才可以做得到 那麼他就用這件事來回應 關於這個 無政府主義 為什麼不可以無政府主義 因為 總而言之 就不會出現的了 因為 你在無政府 你都一定會有人 做保安 對不去做下 即是會變成一個國家 那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你說這個保障一個 即是剛才那些 即是很低限度的權利 即是國家 或者政府 那是否 他不想政府有什麼 即是在道德上面 有什麼 公開什麼道德 這樣 是嗎 對了 非常好 跳了 跳一跳 所以進去第五戰 是時間關係 就是這樣 如果 所以 這個其實 為什麼我寫平文 就是想 寫到那個位置 其實就好了 要繞回來 都要講一些關於宗教的東西 是呀 因為道德就去了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即是當然 在LOSEC那個時代 沒有那麼多 這些同性戀 或者我不知道有沒有 那時候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但是 至少 如果照這個邏輯推下去 的話 確實是應該 他不會覺得 政府要做這些 推動道德 或者是 總之政府什麼 這些都不要做 除了做保安之外 就不要做其他 基本上 或者當然多一點 你可能要選舉 那些 但是你要保障人 身安全 保障私有財產 可能都要 做一些簽約 那些 那些保障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除了這些之外 其他的事情 就不要做了 當然 當然 推動這個 道德 推動 即無論 我猜他的說法 會是 無論 是不是 譬如 我知道大家比較 講得多的同性戀 即無論 支持同性戀 合法也好 不合法也好 即兩邊他都不會覺得 是由政府去做 即不應該 當然什麼叫 不由政府去做 是一個很難明的東西 因為你政府 要不是立法 要不立法 就是這樣 對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估計 即如果你問我 我估計他怎麼想 我就會說 他會 即這個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政府不可以 加入他這些東西 可能 最極端的想法是 政府可能 頂多之能夠被動 去講究竟有沒有 這些婚姻 或者這類型的東西 但就不是由政府去決定 究竟社會 他應該用什麼的道德觀 或者用什麼的婚姻 或者做什麼其他例子 現在是在鬧 即這類型的東西 全部政府都不可以做 總之什麼都不可以做 總之就一定要坐在那裡 他之前我天文裡有一句 他說 他是一種守護夜行人 即守護那些回家的人 就是做保安 只是做 其他事情就不要做太多了 當然這個是撈石自己的一個推論 但我們可以出一點點 不需要講那麼多這麼哲學的事情 出一點點就是 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小政府 即是要求政府不要做那麼多事情的 這個思想 而這個思想 在很多地方都是被人 尤其是在美國 是被視為一個有派的思想 或者是共和黨的思想 或者是一種 這個思想不是完全 就是完全離開我們的common sense 和很遠的東西來的 不是說是很荒謬的思想 事實上你反過來想 我們在歷史上面 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政治的問題 其實都是由政府或者國家出來的 而不是由一些普通人去做的 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見到 政府在那裡屈人 政府在那裡收地 政府是佔據了別人的財產 或者殺人 所以in this sense 他們一默相承 叫人們 叫你政府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你政府什麼都不要做 最好 這個想法是一個 其中一種practical的想法 其實就是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方法來想 是什麼叫右派的時候 就確實會和一些其他類型 我們現在覺得是右派的人 是有衝突的 那個思想是 我裡面就舉了一些 例如 在美國來說 有些抗拒新移民的 或者 歐洲也是 抗拒新移民的 也被視為有弱的思想 香港也開始有了 這些有弱的思想 明顯地和小政府的思想 是完全沒有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如果有的關係 就是一個川普的關係 因為 小政府的思想就是 你不要做 政府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那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當然也不要搞那麼多 關於移民的事情 最好就是 但是 抗拒移民的人就說 不要移民那麼多 就是要搞些事情去擋住 一些 擋住移民的人 進來 那些事情 當然會有衝突 相信小政府不會說那麼多 關於家庭價值的東西 他未必說這些不好 還是 不關好事的 他只是說這些不是政府做的 那 同性戀 這類型的事情 他不會說得很清楚 其實我一篇文章 也有少少少 關於同性婚姻的問題 關於同性婚姻 算是左派還是右派 都會分別的 甚至支持 什麼叫支持同性婚姻 都是一件很複雜的問題 我見過一些人就說 他們反對同性婚姻的 他們反對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因為他們根本就反對任何的婚姻制度 他都反對婚姻制度 我怎麼還會贊成你的同性婚姻呢 是有這些人的想法 他們這樣想法究竟算是哪一遍呢 另外有些人很有趣 有些人說 基本上是同一個邏輯來的 我們贊成這個同性婚姻的原因 就是說 他們覺得同性婚姻 尤其現在在討伐的同性婚姻 是說一個男對一個男 一個女對一個女 他們覺得 就是覺得 不夠了 或者是另外一邊的人就說 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原因 是我想保障一個 一對一的家庭制度 我支持一對一 我覺得是一對一 不過只是一對一 不一定是要不同性別 不同性別都可以的 但是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一些濫交 他們認為心要 所以他們就說 應該有同性婚姻 因為這樣可以令到 同性戀的人 可能濫交的機會降低 他們的濫交成本要上升 因為如果要離婚的時候 要有很多問題 即是要共產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所以他反而是覺得 有同性婚姻 有一對一 其實是保障一對一的婚姻制度 其實是 他會這樣說 所以 我有看幾篇文 你可以再看一看 那裏 這些又算是左還是右呢 就是這些想法 所以這些 這些左左右右的 我又覺得 但是如果你用 用lock 其中一類就是 講小政府 這一類型的右派 就會說這些全部都不要交 不要用政府層面 不要用政治層面去交 你要道德 你要做宣傳 那裏都可以 但是 如果不是那裏的話 其他就會 不要搞那麼多 所以就 那這一類型的右派 又會跟其他所有的右派一樣 那所以 也對 歸回到 那個結論的時候 我就會說 所以 其實大家講左左右右的事情 就是 要小心 還有 我要說 你是一個右派人 或者你是一個左派的人 我就忍不住會問他 你這樣說什麼 你解決了 你解決了那個脈絡 那我就可以知道你說 如果不是 你就這樣抽空去講 明公寫是右派 或者你說 你們 你說快必是左派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 那就會 有些難以去捉摸 就這樣抽空去講 所以 大約我的篇文就是 講類似這類型的東西 那 我想我就講到這裡 好 大家 聘請 好 謝謝 謝謝 せ